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天还是给大家讲个之前讲过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地线 我们说的这个参考地 首先我们讲这个热地和冷地 其实这个热地冷地只是相对来说 其实它都是地线 那么还有人不明白这个地线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说这个地线并不说我们踩的这个大地 我们所说的这个地线通常是这个电源的这个负极端 就是说我们说的参考地也就是说0伏 我们说这个电压5伏6伏7伏 都是从这个0为基础上计算的 5伏电压就是说比0高5伏那就叫5伏电压 所以说我们通常都是参考的这个0电位 就是电位这个0电位参考 往上面是5伏的话我们叫正5伏 往下面是5伏的话就是负5伏 所以说这个D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参考点 就是0伏电压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很多朋友就问这个测这个电的话 测电压的话这个黑表比 大家知道接地线接这个参考D 那么怎么去接呢 那么就有一个冷地和热地 这个冷地和热地之前我也讲过 一般的开关电源的初级就是热地 通常的这个开关电源 大家看这有很粗的这样一个格子线 它就把它分开了 这边就是电源的初级 那么初级的地和次级的地 它各是各 这就是和这个朝代一样 各是各的朝代 它们两个是不相关的 它们之间的连接是通过光偶 大家知道这个光偶是光电连接 是一个光电传机信号的 它是隔离的 电气隔离的 那么我们要测这个初级的电压的话 那么就要接这个初级的地线 就我们说的参考D 0电位 那么这个怎么找呢 其实最简单的话 就是找这个大电容 这个300伏的逆波电容 直接到这 它的负极 这个有这个杠的是负极 那么它的负极 这个负极这一端 那么就绝对就是这个参考D 就是这个初级的D 那么四级的D怎么找呢 通常的话 像这种以电视机版的为例 像这种大块这种铁皮 都是D线 包括你像这个视频输出的 这个外部端子 都是D线 这都是通的 我们用这个万言表的封名档 给大家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都是通的 看到没有 这个所谓的这种铁皮 这种大块铁皮都是通的 那么我们如果是 上面没有这种铁皮 怎么找的 那我们就有两个方法 准确的方法 就是根据这个电容 这个刺激输出的 这个滤波电容的负极 它也就是刺激的D 刺激的参考D 那么这样不行的话 大家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看什么呢 一般的这种螺丝眼 这种通皮 都是D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都是通的 这都是通的 那么这种也是D 或者大家看这个大块的铜皮 当然这个大块铜皮 就不一定是D的 有时候它还是电源的正极 大家知道 这种印刷线 稍微粗一点 都是走电压的 因为它的供电 功率比较大一点 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这种很细的这种线 是走信号的 这种一般的铜皮比较大的 就有可能是D线 但是这个就不是特别准确 通常就是通过这一种 还一种就是通过电容负极 还一种就是根据这个标识 有的上面标的有GND 这种插口端子上面标的有GND 或者是标的有减号这种都是D 那么我们要测电压的话 我们负极测这个次级的冷地的电压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开放电压器次级 这种低压信号方面的电压的话 我们这个黑表皮就接这些地方 我把这个黑表皮接这里的位置的话 这一块 这个次级这一块 所有的点位的这个电压都可以测出来 当然我测初级都测不了了 那么我测初级的话 就把这个黑表皮接到这个电容的负极 那么这个初级的电压都可以测出来 那么如果我这样测的话 这个接热地 这边测冷地上电压 肯定测不出来的 那么就跟这样 我举个例就拿两个电池 那么大家知道 我这要测这个电池的电压 很远的 这个黑表皮接负极 红表皮接正极 那么就可以测出这个电压是1.5V 1.5V 那么如果假如说这个是初级的参考地 这个是次级的参考地 那么我万元表皮接在初级的参考地 这两边是没有电气连接的 那么我测这边电压就肯定测不出来了 是不是 它就没有电压的 那就是这个道理 它这个两边是没有这个十字连接的 都是通过这些光信号 或者这个电池 大家可以理解这个电动式这个电池场感应 通过这种连接的 所以说它是无法用初级的地测量次级的地 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初级的地和次级的地 它是不相通的 我们这个接这个初级的地 这是这个电容的副级 那么我们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这是不导通的 这个是不导通的 这边的地都是通的 大家可以看 那么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这次给大家拍了这个视频的时候 希望大家都要明白这个地线 初级地和这个冷地和热地 而且这个地线的作用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朋友 点赞 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